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5月1日 今天是劳动节 我祝大家劳动节快乐 今天呢 在中国 因为这疫情呢 已经基本过去了 所以呢 好多的景点都开放了 很多景点呢 又涌去了很多人 包括北京的故宫 因为呢 这个季节很好 五一呢 时候正式就是不冷不热 绿树也已经成阴的这么一个季节呢 大家都喜欢到外面去游玩 所以呢 大家就都到外面去游玩 对吧 那今天呢 有网友就问我说 没钱 有金正恩的消息吗 因为我前一阵子呢 差不多每一天我都得追踪 关于金正恩的报道 我也都跟大家有所转述 那昨天的时候呢 我就没有跟大家报道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今天是五一劳动节 我就琢磨着 五一劳动节这么重大的一个节日 我们应该看一看金正恩 他是一个什么状况 五一劳动节他还不出来吗 但是呢 今天五一劳动节 按照北京时间已经过半了 那朝鲜方面呢 如果他们不做报道的话 我都会觉得很正常 五一劳动节嘛 那朝鲜呢 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对吧 那这些活动呢 按说现在就应该是在进行当中 如果要进行报道的话呢 那就是今天晚上进行报道 或者是明天早晨进行报道 一般来说会在今天晚上进行报道 但是朝鲜方面呢 他们迫不及待的 他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就做了报道 他这个报道呢 是说金正恩就向各界的这个劳动者 他叫什么劳动宣传员什么之类的 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就觉得说 如果说你没有必要在上午进行报道 然后你再上午进行报道 然后我就觉得这有一点不打自招 欲盖弥彰的这么一个嫌疑 而且呢 他这个报道并没有图片 最近以来呢 不断的有一些好似是金正恩在发声 但是呢 我们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而且呢 说是只闻其声 其实也是书面的 书面的说 金正恩说 金正恩表示 金正恩收到之类的这样的语言 对吧 最初的时候呢 他是说 向什么三十渊的 什么那些个人员呢 表示感谢 后来说呢 向原山的那些人员呢 表示感谢 后来呢 还说 向南非表示他们的国庆节的一个祝贺 还向这个叙利亚 因为叙利亚呢 说是给他发去了一个祝贺他祖父生日的那么一个客店 然后他回贺回店 后来呢 还有呢 关于和俄罗斯之间两个国家的高峰论坛一周年 然后呢 发了那么一个互相祝贺 这些呢 全都是只见其声 不见其人 没有任何图像 没有图像 连图片都没有 没有声音 说是只见其声 我刚才说了 严格的说呢 其实没有见其声 只是这个报道说 是转述的 那谁知道啊 对不对 然后其中呢 还有中国在大前天的时候啊 27号的时候 中国的新华社 中国的人民日报社 还有中国的参考消息 我注意到 这三家官媒 也转发了 这个朝鲜的官媒的 这个报道 就他们劳动党的那个 叫什么劳动社 劳动党的那个官方媒体 转发他们的报道 一开始呢 我就觉得说 中国的官媒来转发呢 这就是给世界一个定心玩 但是并没有给得了 这个世界定心玩 全世界的媒体呢 还是不断的在追踪 其余原因就是因为 你只是连声都没有 你如果有声 是金正恩的那个 粗拉拉的那个嗓子 然后他说一句话 对吧 然后人们可能会踏实到 百分之七八十 但是你只是一个书面的 如果说你给出 说他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一个图片 那这个世界呢 也会能够踏实个 百分之五六十 对吧 你现在就什么都没有 没有图片 没有声音 更没有视频 那这个世界他不踏实 所有的媒体呢 还在继续挖 最初的时候呢 这个媒体呢 就踪着美国的官方 美国的官方不知道啊 朝鲜呢 如果他有个什么事的话 他需要保密的话呢 你最后一个知道的 有可能就是美国 他最后一个想告诉的 一定是美国 他不会告诉你美国的 他会告诉中国 他有可能会告诉南朝鲜 他有可能会告诉南韩 给南韩透露一点 就是南韩 有的人会得到一点消息 中国会得到消息 俄罗斯会得到消息 对吧 然后呢 就是日本 你美国 你一定是最后一个 他想告诉的 但是美国呢 他有技术啊 他可以用那卫星来看呢 他的卫星 他就拍到了 拍到了 是21号到23号 他的专列 是在原山停着的 但是呢 他们又说 他就知道21号到23号 他在那停着 他并不知道 他从什么时候 开始跟那停着 以及之后 他有没有离开原山 什么时候离开原山 这些都不知道 就是说21号到23号 他跟那停着 由这个专列跟那停着 也不能得出来一个结论 说金正恩就在那个专列上 或者金正恩由那个专列 拉到了原山 对吧 这些呢 都不能反映出来这个 所以他现在金正恩 他的行踪 他的健康状况 仍然沉迷 现在对他健康状况呢 有两个说法 一个说 他是这个做手术 是做了一个心脏的手术 是一个支架的手术 还不是搭桥 搭桥是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手术 支架只是一个小手术而已 也很小的一个手术 另外一种说法呢 就说他是 最近这几天啊 说他是脑出血啊 这个消息呢 也已经说了有三天了 因为这个消息不是从一开始就出来的 所以呢 我严重怀疑这个脑出血这个说法 脑出血这个说法呢 只是一种 有的人造的谣 根据这段时间以来的这些个谣言 有的人就造出来新的谣言 那我呢 前面也跟大家说了哈 我有一个网友 这个网友呢 他是一个消息比较灵通的人士 其实我要去打听的话 我在国内我也可以去打听 因为我是从法院出来的 我在法院 公检法系统 这个政府系统呢 我还是有个把 不是有个把 有几把朋友的 但是呢 我不想去联络我那些朋友 因为我联络的朋友 如果跟他们打听事的话呢 让他们为难 让他们为难 而且我自己呢 也有想打听人家事的那种嫌疑 所以呢 我在国内其实我不去联系我那些朋友 我那些几把 几把朋友 我都不联系他们 我都躲着他们 绝大部分人呢 他们也不知道我在做这个视频 做这个自媒体 最近呢 因为我那个发了公众号 然后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 有说我发公众号的视频 现在我就有一些朋友 就知道了我在做媒体 但是之前他们都不知道的 好 我现在呢 我就是根据 我得到的这消息 我来分析一下 这个金正恩呢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刚才说 有一个消息灵通的网友 那个网友呢 因为他消息灵通 我也不常联系他 因为他也不愿意说 我要是紧跟问人家的话 让人为难 然后让人也反感 你知道吗 我就不问人家 但是呢 这几天他跟我说 他主动跟我说 他说你不要再说那些谣言了 什么金正恩病 我也绝对是谣言 金正恩现在好着呢 然后说50个人的医疗队 那也是谣言 需要那么多人吗 不需要那么多人啊 打狼去吗 就缺了几个人而已 我就从这位网友 跟我说的这个呢 我就知道 他确实 确确实实是生病了 确确实实是做了手术了 中国确确实实 有专家团队去了 但是并不是50个人那么多 少5个而已 然后呢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金正恩好着呢 但是如果金正恩好着的话 为什么他不出来 他有两个可能 一个呢 就是这个金正恩呢 他好玩这个 他刷存在感 他享受这个 他成为全世界舆论中心的 这么一个感觉 他享受着这个感觉 说他爷爷呢 那个诞辰108周年 他没有出席呢 那个确确实实是 因为他病了 他不能去 然后之后的这些呢 就五一劳动节 他也不出来了 那种说祝贺 像这个国家祝贺 像那个国家祝贺 回电啊什么这些 那些报道 后来都不复他的这个照片 我认为 就是他刷着存在感 他享受这种 被国际舆论 成为焦点的这种感觉 这是一种可能性啊 根据他们朝鲜 在国际上的地位 根据这个金正恩 他的这个年龄 他的年龄 以及他的地位 他有这个可能性 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呢 就是他这个病啊 其实还是有一点严重的 严重呢 他倒也不至于说 有生命的危险 就跟那位网友说的 他活得好着呢 但是呢 他也有一定的问题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是因为 如果他就 totally 就完全就不出来 完全就不出来 什么话都不说 你们说什么我都不出来 我也不报道 我国内也不报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很有可能是 他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他不是 他不是 他有发消息出来 他发消息出来 连个图片都没有 就说明他有问题 那他这个病 心脏病啊 支架的手术 你做完了以后 你或者你就是失败了 失败率1%到3% 怎么会让他摊上了 不可能 他失败不了 不会造成说 他连个照片都照不了 不会 只有一种 他有可能是中风 他爸爸 当年就是 临死之前的三年前 他就中风 他要中风的话 有可能口眼外邪什么的 那如果他口眼外邪的话 这个照片他是没法照的 他不能给大家一个 口眼外邪的照样 他活着好着呢 他活着是活着 但是呢 他有可能他形象的 如果一照照片的话 就漏了线了 所以呢 他不能给你这个照片 他也不能录音 因为他不能说话了 所以现在我就觉得 这个脑中风的可能性 要大过 那个心脏手术的可能性 那位网友 我追问他的时候 他就不理我了 我觉得这里面呢 会是有问题的 好 这就是呢 到目前为止 金正恩的一些消息 和我的一点分析 跟大家分享一下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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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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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D debating 感谢观看